大家好我是阿姨在越南 今天我要正式向我的越南女友相朝表白了 我是来自于中国东北辽宁的 我今年32岁 也在国内离过婚 拥有一个11岁的男孩 来越南生活5年的时间 这是我唯一一个让我很心动的一个越南女孩 所以说我要珍惜机会 今天我准备了一份礼物 还来到花店 准备给她买出鲜花 鲜花已经做好了 今天对我个人来讲 是一种挑战 从来也没有搞过这样的浪漫 因为我是一个比较传统性的一个男人 是香草之后 我改变了很多 为什么改变 因为我感觉 她是我一生当中 值得让我去追求 值得让我去花时间的一个女孩 花心思的一个女孩 所以说今天对我个人来讲是很关键的一天 我希望我所有的表现能感动她 为了今天我向香草表白能成功 我找来两个帮手 一个是草仪 是我的翻译 另外一个呢 大家就不陌生了 她的名字叫小悠 我们选择了一个非常有格调的一个咖啡厅 然后呢 你们两个人先坐 坐下 我先给你们安排一下任务 好不好 让你们知道怎么去协助我 先去里面坐下吧 我买了一束鲜花 这个鲜花呢 我先你先替我保管一下 好 好不好 然后呢 她有这个首饰 这个首饰呢 就给小妞就可以了 你们需要帮我做什么呢 等会香草来了 我让她坐在这里 我让她闭上眼睛的时候 你们两个人再把礼物拿出来 等她眼睛睁开的时候呢 你们两个人就出现了 然后礼物呢 就给我打开 然后让她看到这个礼物 让她感受到这份惊喜 能不能做好 能不能做好 小悠能不能做好 小悠 大英哥的周深幸福 就看你们两个人怎么去帮助我 怎么去协助我了 你们在研究啥呢 我想看一下 想看一下 等会香草来了之后 你们不是可以光明正大地看吗 随便看吗 阿英 少许好书我哟 上海的门通路 这么许好哟 她说她像过香草了 她不知道什么时候 她才能遇到那么浪漫的感觉 的感觉 那么浪漫的感觉 对呀 别着急别着慌 你要我多少粉丝 是啊很多优秀的高部帅到处给你借到一个不就完了 嗯 然后要来 刚才要比较 你安靠了 你发着来 安静 什么人家 吧 嗯 比了多 哇 哎呀 好好好 哎呀 哎呀 你 他说你帮他介绍一个帅哥比你好多比我好很多啊 行肯定有了比我优秀的人才太多了 这香草给我发信息了吧 哎对呀 他发的是什么刀了吗 他说他大了 刀了是吧 对呀 刀了你俩赶紧藏起来 哎呀 大家再讲一下 Device 产好一点 对对对 产好一点啊 拜拜 98 viii 我下去接山草 这家咖啡厅离我家很近 这里边平时也有很多学生们 很多大学生 很多美女 今天外面下大雨了 她今天应该是打车过来的 哈喽 晚上好 帮你开门 她这个门设计的还挺有特点 丑啥呢 娃娃 娃娃今天没有在上学了 好 你好 只有你 我 上头啊你 蒙了 时间就蒙了 是不习惯了吗 走 咱们先上楼吧 要上楼再说 没有 没有 旁边有 是桃啊你 耶 2 桃啊 她还有点自移呢 她不相信平时她已经养生习惯了 突然我单独约她呢 她还有点不适应的东西 这边 这边这边这边 我忘了 真没有 不骗你啊 这来了不嫌找我啊 先找娃娃 看到没有 OK 睡了 电话 电话 为什么你看到我 第一夜 你去找娃娃 而不是找我呢 看看我平时是怎么跟她聊天呢 兄弟们啊 我都是这么聊的 现在微信很强大的 然后直接可以带这个翻译的 看她说什么 她说在我身上感觉很奇怪 是不是我和你约会平时都在翻译 带娃娃语最多 今天没有带人 你感觉不适应了 放大口 adverse 告常 噢 别乱动我们 那你希望我以后 和你见面的时候 是代翻译 还是只有我们两个人呢 我想念娃娃 我以后会学中文的 这段时间你不是已经在学了吗 学的怎么样 先学拼音了 学的挺好 他单独多和我交谈交流 我相信你可以的 他说 那你给我动力吧 我怎么给他动力呢 弄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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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说不要亲他 那你敢把眼睛闭上吗 我让他闭上眼睛 今天请你相信我 你闭上眼睛 肯定会有很大的惊喜 不亲 真不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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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眼睛闭上啊 不许偷看 偷看是小狗的 妈 那么好 不许偷看啊 不能看啊 不能看 走一 走一 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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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起来吧 站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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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来 往这边走一走 这是脸 脸 没有骗你 弄红改 弄红改 不亲的 好 OK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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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到小悠 还有草仪 意外不意外 惊喜不惊喜 花美吗 花漂亮吗 这是一树粉玫瑰 我感觉她很配你 我起来 这几天我也学会了一句越南话 送给你 你准备好了吗 你准备好了吗 很简单 IUM 你准备好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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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这句话我学得很快 我只需要一分钟学会 自从认识你以后 我的人生正是充满了温暖和柔情 你就像黑夜里的星星和月亮 照亮着我在爱情里遨游的道路 从今往后 我的眼中再无他人 我只想牵着你的手 一直走下去 直至人生的尽头 正如一首歌所唱的那样 我希望 最初是你 后来是你 最终还是你 昨天刚刚到 给你准备了 我也不知道你喜欢 你 这还挺久 这一道衫面 这两个圈 两个圈 一个代表你 一个代表我 我说你 他带他一道 他只要verted 他觉得他很 你你你你他都明白了 你不用都给他那么 珍贵的礼物 你喜欢他吗 在我们相处的这段时间内 可以给我送他什么礼物 他都不要了 然后我记得有一次送他一个香蕾 然后他有没有礼物 我希望这次你不要拒绝了 谢谢 他说了 你唱到这个 你生灵狗 他今天 跟你表白 还有我心理话想出来 今天我会听到一些 我的心理话想怎么回事 今天你刚才是就说我 你今天就说出车吧 他今天就去做 Dame 你先坐下吧 是吧 我们从开始认识到现在 有两个月的时间了 我今天我就坦白的直接的问你 你真的喜欢我 真的没有骗我 其实呢我感觉我真的配不上你 但是没有办法你太完美了 这有可能就是男人的制裁了 你怎么觉得配不上他呀 个人条件嘛 个人情况 实际情况的话就是这样 所以他们也没有必要去被自己见证 主意说有二宽 他说他也没有用力好 你真的不看中这件事吗 我好感觉很重要的 每个人有一个优优独播 我会有很多次有一个优优独播 我会有点想 你讨优独播 你讨优独播 有很多次? 你讨优独播 在前面都有一点 你讨优独播 你讨优独播 在越南有一句话 如果你爱一个人 你也要相信 如果像我那种人 一般在重新面对 一段新的感情 就会谨慎很多 也会很敏感 虽然我和你在一起 生活那段时间也敏感过 但是最终呢 我对你的观察 和对你的乐理 那是我赏过 因为敏感的原因是什么 就是因为私人的差异 然后不够自信 所以就会比较敏感 对我 嗯 因为我感觉很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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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我感觉很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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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和我们在一起 这两个人的时间 我也想着让我们 更隐忻 加深我们的感情 所以说呢 我也想着 更好多去保重 台湾 但我们两个人 现在是不是 接下来 可以在一起生活呢 现在是 所以 anh说 我感觉很严重 你對我感觉很严重 所以 hemos在一起生活呢 所以我想 想要 我们是独生之女 一个女孩在婚子里面 那么大为一个朋友 我们两个人现在是恋爱关系 然后没有生活在一起了 我就不放心 嗯 她说 她说是很难的人 所以她不要扯你 应该学越南语 但是她会努力学一下学中文 她能说中文的时候 就免得她在一起的时候 嗯 她说 她怕你没有出现学越南语 她不想打两语 就清楚 那今天给我讲一个 那么大吧 嗯 嗯 她说是 我今天不太有意义 我再试一下 你先试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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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说她会努力 每天相信她能够带她吧